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明那个人已经进到我家里面了呀 然后我妈进到家里面的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 11月1号 正在单位上班的逸琳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妈妈惶恐不安 秉承有人撬门想要强行而入 之后电话匆匆挂断了 再打过去一直盲音 一个小时后 逸琳再次接到了妈妈的求救电话 电话里妈妈盛言呼吸急促声音尖锐 大声向女儿求救 并称自己被要求住院 一会儿就被关进精神科病房 逸琳惊慌失措 挂了电话 连忙往医院赶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然后他们就 就也没经过我妈的同意 他们把我妈关到精神病院 或者是什么 我妈出了什么异常 或者人家要把我妈送到什么地方 然后 而且后期不能第一时间跟我见面的话 我希望他们就是能够先经过我的同意 就是说我有这个权利 没有 逸琳气氛填膺 这件事来得太突然 她无法接受 儿童把妈妈关到精神病房的不是别人 正是妈妈的同胞三兄妹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记得了 三年你妈妈就收了衣服 她是姨妈生自媒 见到逸琳 姨妈言辞激烈 并称姐姐患有精神病 这一次 他们三兄妹从南县赶过来 就是特意送姐姐到医院治病 现在是逸琳在无理取闹 非要一意孤行将妈妈接触医院 如此后果无法预计 下辈子追在妹妹追在妹妹追在 你感觉烦了 刚刚你烦了 我妈妈现在被真心 心该被关了精神病 打进海干净多烦来 还进不回 我妈妈 死你家里好 我感到死 我妈妈毛病 我昨天去上班的时候 我们还是好好的 然后今天就变成那个样子了 跟精神那些精神病 被关在一起 关在一个玻璃窗里面 你说我能清晰过筋头吗 你说我能够下心吗 他们今天还说我妈 要疲死 要疯死 要回电视 我要被电视 经外婆授权 盛家兄妹特意将姐姐送进精神科病房 女儿一灵火速展开行动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盛言又是否真的患有精神病 这究竟是有人另谋打算 还是事态真的严重到 必须采取强制措施了呢 一灵悄悄将寻情小组 拉到了一旁 就是一句就说 我妈有那个叫 就是 就是 然后为了就是 为了能够就是掏空 掏空你会干嘛的 那那个反应 就是 可以卖个五六十万 五六十万 见姨妈在场 一灵压低了音量 对寻情小组儿语说 妈妈并没有病 这都是舅舅和舅妈的阴谋 爸爸妈妈离婚后 房子判给了妈妈 他们这么虎视眈眈 目的就是为了他们家那套房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我妈之前跟我说 就是说 他们是为了这个房子才害她的 然后他们就说 我妈的这种怀疑之心是 有精神病嘛 我觉得我妈有没有病 这个是医生说了算 不是他们说了算 如果我妈在生活中表现出不正常的情况 当然我会陪她 我身为她的女儿 我会愿意陪她去下医院去诊断 是否有病是吧 但是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觉得她的表现是一点病都没有的 伊林告诉我们 妈妈名下有一套房 房子九十平方 就在长沙大道 价值六十几万 妈妈一直觉得弟弟妹妹们心怀不轨 而今 妈妈被关进精神科病房 她也不禁疑惑 难道这中间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时 舅舅盛一开将我们拉到了一旁 大概就是 08年、09年时候 09年开始 我们发现的时候就是 2010年 但是09年 他就老师跟我说 因为他那时候最新的就是我 老师跟我说 他家里 现在有人放斗器 还有人进来 我说你就 出门的时候 找到个门旁边 你做个记号 就是有人进来的话 你那个记号就没了 我都跟他这样说了 我当时我没有考虑到 我姐姐会有这种情况 我以为是真的有人进去了 等到2010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很大的事情 因为是我姐夫 相当于我怎么说 我姐夫是他怎么 比我姐姐小五岁多 他有一点嫌弃 我姐姐会 他就把我姐姐抛弃了 这个事情对他刺激太大了 刺激很大 生意开告诉我们 姐姐早在2009年就有些不对劲 老师怀疑有人跟踪 并加害于他 整天一身一轨道 2010年 因为无法承受妻子的多疑 伊蒂明和盛严离婚 女儿伊玲判给父亲 离婚后 盛严的病情越发严重 伊蒂明和盛严离婚 伊蒂明和盛严离婚 等到差不多天亮了 他就放闲了 就回去了 像那个房门上面 必须要好多把 现在他家的房门上面 都要把汗的把把手摔上面 他就是已经很严正了 必须要住院 我问了那个教授 像他现在 你妈妈的放的不吃 再过两年 你自己的放的不吃了 因为法医这个水啊 饭啊菜里面 朋友这个放的毒 毒药 我就甩的放菜里面 就只有死了一条 我现在不救他 什么时候还救他 是这样 房门八八大索 整晚整晚的不睡觉 还有莫名恐慌 盛业开告诉我们 姐姐病情严重 如果还不救治 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盛严得病 已经这么多年 又是什么 让他们这一次下定决心 非要把姐姐送进 精神科病房呢 他们又为何 不经一灵同意 擅作主张呢 大学毕业一年多了 就是在武汉 读大学的时候没什么 一点事都没有 他就是跟他妈妈 在一起相处了一年 就天天在家里面 跟妈妈相处了一年 就好像是搞传销的 你知道吗 他会把你带来洗脑 就天天跟他说这些 然后他又相信他妈 就相信他妈的 当时刚开始不相信 不相信他妈妈 就骂他妈 当时开始我就跟我直语说 我说你妈妈说的话 你不信 他说我妈妈 不信的话 我妈妈就骂我 妈我就说 跟我爸爸是一伙的 怎么样怎么样 骂他打他 就这样 后来妈妈就骂他 你这个时间一长 就是这样的 顺一开告诉我们 和易地鸣离婚后没多久 易陵被武汉某所大学录取 姐姐独自居住 内心越发缺乏安全感 2015年 易陵大学毕业 回到长沙待业 她本以为母女俩会相互照应 却不想到 这朝夕相处的一年里 姐姐的病情越发严重 而易陵受他妈妈的影响也很大 精神状况也开始不稳定 见此情形 她作为弟弟 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 我觉得是把姐姐治好 她就自然 她最信她妈妈的话 但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 不相信 不相信什么 她不相信她妈有病 然后她也觉得你们东西不同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她就是跟妈妈一样 她妈妈以前 她在长沙买一套房子 她就老是以为 她爸爸想扒扒买一套房子 现在她就是以为 我跟她爸爸合伙起来 也把她来她房子 你说我眼里 这个事情你想一想 是不是 盛家三兄妹将姐姐 送到医院封闭治疗 意图拯救 饱受精神折磨的姐姐 和渐渐走向泥潭的外甥女 一灵心机如焚 全力营救 只希望带妈妈逃离病房 还原她们原本平静美好的生活 那么事情最终 又将走向何方呢 如果我妈妈出了事情 然后我也不想活了 这个原因是他们到什么 他们把妈妈封到医院来了 生姊妹告诉我们 事情发生后 一灵一直情绪系统 以此要挟非要姐姐出院 根本听不进任何权说 对此一灵表示无法接受 妈妈没病 更不需要住院治疗 舅舅和姨妈们的行为 是他们一厢情愿 现在她一定救出妈妈 她就说 她妈妈 她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但你说我告诉你 她妈妈 她就是说 她有人会来派你派一趟 你不要这么听她说 平时我妈晚上也是睡的 就是在我们的上班的时候 我跟我妈是呃 呃 交一个 就是说 交她睡了 就是说 我睡几个小时 然后她睡几个小时 现在睡了 你看 你看这是啥妈妈 是这样子吗 就是说这样子的 是这样 因为我刚才 刚才你跟你反应就是蛮事 我妈刚才有人害 然后被她不亲 被她不亲我家 然后 然后这个事情就是说 因为我已经说过了 就是自从她 她就是说 之前的一个 一个人跟她说了以后 然后跟她说了以后 就是说 她睡着了以后 就没有反应 然后她担心 她睡了以后 别人被把入侵 会对我到处影响 是吧 然后我们就加入 她睡了 生子梅告诉我们 姐姐病情严重 整晚不眠 必须住院治疗 依林解释 妈妈并不是整晚不睡 而是和自己 轮流交替睡 可是 依林正直青春年少 她这样时刻保持清醒 又究竟是在防备什么呢 难道 真如舅舅所说 依林受妈妈影响 已经失去了 最基本的判断了 寻警小组 决定先单独找医生 了解清楚 SCH 也就是SCH 的缩写 即精神分裂症 医生告诉我们 圣言得的是 被害妄想症 它是精神疾病的 一个重要症状 主要是患者 往往处于恐惧状态 思维发生障碍 坚信自己受到迫害 或伤害 需要早诊断 早治疗 然而 而今 一灵心急活了 一定要接妈妈出院 那么 法律上会给出 什么样的说法 到底 谁才是妈妈 圣言的监护人 谁才有权利决定 妈妈是否能出院 接受本案的 这个情况来讲 由于她配偶是已经离婚的 那么能够担任她监护人的 主要是指她的母亲和她的女儿 如果是她母亲和女儿 都想来担任这个监护人的话 有这个精神病患者的 户籍所在地的局委会 或者是军委会 来在这两者之间来指定一个 如果是说两个人 对这个指定的结果不符的话 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人民法院对这个进行裁决 但是呢 鉴于这个诉讼的成本比较高 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会比较长 就建议双方 还是尽量的协商解决 2010年 圣言和丈夫异地明离婚 异林大学毕业之后 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母女俩生活起居形影不离 生活平淡却平凡幸福 直到几天前 舅舅姨妈经外婆授权 把母亲送到了精神科病房 这样突如其来的做法 让异林激进崩溃 并以死为要挟要妈妈出院 但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 妈妈圣言已经离婚 她的监护人是其父母 成年子女或其他近亲属 现在异林要接妈妈出院 但是外婆舅舅们 希望圣言在医院里面治疗 当双方有异议的时候 任何一方都不能 擅自做主接她出院 要所有的监护人 沟通一致协商解决 要么就是通过法律途径 指定监护人 眼下妈妈已经在病房里面 关了整整一天了 她心急如焚 手足无措 无奈之下 拨通了爸爸易定名的电话 随后她火速从山东 赶回了湖南 那她又会做出什么决定 这个家最终将走向何方 这边就是我家的这个客户 一个几个锁这里 这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八个锁 这个对 这里是一龄母女生活的地方 房子地处长沙大道 九十平米 房道门上安了八把厚厚的大锁 母女俩的生活极度谨慎 处处防备 然后我们讲了两个户窗 这个户窗是后来就是说 后来自己找人看的 对 我看外面那个也是 也是铝合彩的 应该也还蛮坚固呀 就是为了 就是因为我们 两个人住这个村里面 还是有一种就是担心嘛 就是说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我妈就不会担心了 是吧 这样子 我是妈妈不会担心了 对 妈妈不担心 你也踏实一些 对 是这样子 一龄家住在四楼 为了防备可能存在的破窗而入 每个房间都死死地 焊了两层护窗 然而 对于妈妈过度恐惧外界的做法 一龄却是认同的 并称因为家中没有男人 谨慎一点总是好的 这个家到底发生什么 就是看上去一点都不像你生活在这里 就是说 你是住在这房间吧 是的 看上去没有一点生活气息 就是说 房间的话 我们基本上活动的话 就是在客厅活动 不同于普通家庭 一家家具甚少 没有电视 没有沙发 没有椅子 整个客厅空荡荡的 整个家了无生活的痕迹 两时一厅的房子里 光线昏暗 密不透风 整个家里充斥着紧张压抑的气氛 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环境下 母女俩是怎样生活的 就是我 我爸爸他从小 从小的时候 我爸爸站在外地上吧 然后 应该去的说是 我妈初三 初二他就回家了 他把那边的公司了 一起生活的 相互依靠啊 逸琳告诉我们 父母长期在外打工 为了照顾学习 母亲辞掉一家外籍的工作 回乡陪读 专心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母女俩相互依靠 感情深厚 2008年 家里曾经遭了一次贼 损失惨重 自那以后 妈妈就心魔深重 妈妈的付出与牺牲 逸琳感激在心 并发誓要护妈妈周全 给她最大的安全感 一开始妈妈要你晚上 跟她轮流睡 你没有 你一开始不同意 没有不同意 只是就是说 有的时候睡早了 磕睡大了 起来的时候 确实就是说 也受不了啊 是吧 毕竟是 她对立场安全担心 第二天 父亲一地名赶回常商 那么 她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我的态度是这样子的 本来 我是希望 实际上我也有点矛盾 我是希望她妈妈能够 是自己愿意 能够看病是最好的 因为我也认为她妈妈 精神上面 或者说她过分地 有一点担心 最终是需要静下心地 治疗一下 哪怕是只要读悦之类的 您觉得她还是有 这个治疗的可能 应该 必要 也必要 有必要 对 但是我小孩跟她妈 一直他们站在的 这条那个 他们的认为是 强行把他们带过来的 她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之后 他们就一定要把你住院 易地明表示 她赞同圣家兄妹的做法 前妻确实有治疗的必要 现在女儿情绪偏激 她也有些矛盾 然而 听到这话 易灵情绪激动 也是不想让女儿 这种状态 因为如果是在这里治下去 如果是她 我这个事情 可能做不通的话 她 她是反对 她妈妈也反对 可能就天地 是吵天地闹 可能 实际上 我为什么反而变成 我天天吵天天闹的呢 他们四个人 就是 我他们三个人 我两个舅舅 和我那个阿姨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是说 我现在你跟我妈 离婚了 然后我是作为 我妈 她的这个女儿 易灵执意要接妈妈出院 易地闭妥协 眼下 她一时半会儿 无法让女儿 接受妈妈得病的现实 更无法说服她 妈妈这样的治疗是必要的 但如果不顺着女儿的心意 只怕女儿会更加偏激 后果难以预料 可能这个聚业的这个 主义程序 可能就是说 大家切沟通 切沟通 本来我来了 按道理来说 我来了之后 我小舅也是希望 我能够 让 让我爱人能够住下来 住院住下来 我小孩这个职业工作 我还要 如果能够跟她做同的事情 我认为她这个职业工作 一定做得同 妇女达成一致 齐心协力 接圣言出院 然而 根据医院规定 必须所有监护人签字同意 才能接妈妈出院 易地名妇女决定 找到舅舅们商量 那么 她们会同意吗 现在不跟我 那么我不跟你妈妈 是不喜欢 我跟你妈妈 是血运关系 其实舅舅们的出发点听我说 舅舅们的出发点 出发点还是好的 是希望你们更好的生活 但是确实就像她说的 舅舅们的做法 可能有一点点 偏激 对 偏激了 你们不该再不通知她 然后不跟她商量好的 这个情况 当然我能够理解 你们觉得如果告诉了她 她肯定不同意 但是这个 但是你们这样的做法 反而让她更偏激 让她更激动 更反感 盛家兄妹坚持 他们迫不得已 才会出此下季 而眼下这个方法 虽然有些残酷 却是为了长久之计 对此 伊林不能接受 觉得是舅舅们 打着爱的名义 过于干涉他们家 现而今 伤害已经造成 他们只想尽快 接妈妈出院 有什么意愿 你还是这样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 因为爸爸现在是没有机会 所以其实也需要爸爸 跟他们去沟通一下 而今 伊林旧母亲切 和隔离母女俩 显然不是眼下 最佳的解决方法 伊林情难自控 寻情小组连忙安抚 这建议让父亲 和舅舅们沟通 那么他们最终 会达成什么协议呢 我能够离开 你的心情 我现在就 我问你 你到底有时间的看法 什么的看法 就从国一节 实在广 也许你是一片好心 但是一片好心 做到一个什么结果呢 结果到了一种 多结果 我结果都是 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 好 我再问 我你家有病吗 有病 要是看医生的 我意见证明是真的不 是真的 因为国家 国家都是缺 我意愿意都 争都去那点 但是 我你家的病 但是你嘛 全医生我都该死 好多疗疗 我相当于 我你家的好多疗疗 好多疗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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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疼吗 你才不说是吗 就是说你家家的病 不不不不你现在 你家家的病 你疼吗 你小点 我不是说 我可以是我跟你说 我喊到我们家 去看医生 确实有好心 当时是经过派书的等议 这些 你还不认识 我这些 我们是 冒经过 那是冒牛云林的地方 因为我们家 你不告诉我 在哪里上班 不告诉我 我自己待在牛云林 以后来准备 军政的牛云林 军部 你还看得到 但是你得到他们 他不告诉我地方 不告诉你地方 你会翻译好了 你跟我们讲 地方 就必须那一单的 就监察 监察 如果出工那一天 就再不能监察 不存在过的问题了 伊地铭表示 前妻确实有病 也需要治疗 但他希望 这种治疗是建立在 女儿理解和同意的基础上 事情是需要解决 但解决的方法不止一条 眼下女儿不同意 就不能急于求成 如果站在我们有一年 比例上 因为到大学上 还在区来 就是对一些个亲情 跟一些个关系 去与医学 并不是很正确的 但是我必须站在我 这边 因为他认为 他的这种人为 也就有一些脾气 但是你所谓是 倒不信 或者我你的区民就去在屋里 你模样他心不可复 如果你经过他同意的 假如他不同意 也许你认为 带着他家家的肯价比 那么他肯定进不可 不可能进去 但是你就马晓到 他也是个成员 他还在那上班 如果你把他妈妈 带去进去的 可能你的消防室 把他妈妈带进去 他稍后在这个区别 如果稍后在这个区别 你去的都要不 你脑先要我稍后在这个区别 依蒂明认为 虽然他并不反对 盛家兄妹的这种做法 但是确实行事过于偏激 导致女儿的反感情绪 日渐严重 而今之际 只能顺着她的心意 先将前妻接出来 慢慢打开她的心结 至于前妻的病 可以日后慢慢商量 那么盛一开 会同意吗 我的牙丝到三十年了 从来会等一会 我都会等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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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就是我妈妈 从我的屋子里带来的 你可能不想 五十五千万 他也是病的 因为是要最带来的 也是要最赢的 五十 我听她好像说过 就属于五十象 就五十八千万 因为就是本身的 一声开告诉我们 父亲去世的早 母亲一手 将他们五兄妹拉扯长大 而姐姐得病后 很少来看望母亲 为了给母亲一个幸福的晚年 她下定决心 想要治好姐姐 让我的妈妈开个心心 就不在万里生活 就能在一起 不在开个心心的门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是无人一定是 就是我们不在一起 就是我现在想到 我用了最丑的想法 和我我们想到时间 会发展到个月子 你不许是吧 是有这一次去长沙 看到了姐姐过得不好 是吗 就是时间都是 我看过 看来家的固热 也很好 拼得很难 孩子都是砸砸 那些角色都弄得完 那些 进去他们家 他不理 你看龙脚把这毛一样 做人家家 我喊个起一把书 你都坏掉一把书 之前不知道姐姐会有这种情况 之前听说的 但是我亲爱她 圣一开告诉我们 这些年来 他们兄妹感情一直很好 离婚后 姐姐和易玲相依为命 他们作为弟弟 一直也在尽自己的能力 去关心和照顾姐姐母女俩 却没想到 姐姐病情越发严重 易玲却没有能力监护 看在老母亲的份上 他们才做出了这个决定 送姐姐住院的时候 也是他们几个弟妹 自愿掏钱凑了一万元 事情的发展远远超过了 圣一开的预料 费了钱 费了力 费了心思 他们几兄妹 就是希望姐姐母女俩 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然而 眼下易玲不能接受 他们也不能逆着来 最终 圣一开同意接姐姐出院 她又会提出什么要求 她这些缺少安全的 就是这些福利 老师也能经历 一直喷着心 喷着空间 这个毛也在乱着 在乱着 您同意 就是您同意 姐姐出院的前提条件 就是 以前 前姐夫哥 回来 然后 付婚 付婚 然后 他们一家住在一起 圣一开同意姐姐出院 但是前提条件是 一帝鸣必须辞掉山东的工作 回到湖南 并和姐姐护婚 专心照顾姐姐和外甥 那么 一帝鸣会同意吗 不会正转化下课的法 只要她妈妈相信我 相信我 你要知道 只要她相信我 我不得害她 我还是经测她的劳力 能够跟她在一起 能够跟她共同 因为我们两个人 自己也还有一些 我现在问大事好语 给我生奶安排的 我一次一次 一次我妈回来 出事 我 我是帮我上去的 我晓得了 是我走的 我的 但是我有五地难去 我有 因为长沙 买到我的房子 每一个月 都要跟月工 我们觉得她妈妈 跟她一直都 都没有 因为家庭的经济 必须要有意义 要有一个人可支付 2010年 因为怀疑丈夫迫害自己 圣言提出和一帝鸣离婚 一帝鸣判给一帝鸣 房子判给圣言 离婚后的六年离 一鸣上学 圣言无业 一帝鸣不仅担负着 一鸣的所有费用 也一直在支付 前期的生活费用 甚至包揽了房子 每月4000期的房贷 我在那里上个班 起码 我这根子是稳定的 如果我在那里一飞来 我是考虑到 我妈的自信 马上能够承担起 我在家里的 我在经济转换 之所以我自己就不干去了 我该定我理解 你是大肺一肺 大肺一肺 肺了我已经保证了 好 因为我麻烦 我也麻烦你 保证自己的爸爸肺了 我去看理事 考虑到女儿的未来 一帝鸣同意回湖南工作 至于复婚 她需要时间考虑 在双方的沟通下 一盛开同意接姐姐出院 那么这个家 最终能回归原位吗 好了 今明交代了 答应了 现在的好的想要 付业的警察 就必须去 付业了 付业了 付业没有给他哭死了 好 那就去付业了 你这答应的 我会问起来的 对对对 我心肺的 好 再去办办 签字 办手续 临走医生开再三交代 希望易地鸣 重视姐姐的病情 并好好引导易玲 走出心结 她又会做出什么抉择呢 一次麻烦开 没有一句问候 也没有热泪盈眶 昔日夫妻再见面 相对无言 淡淡的眼神交流了一下 那么他们还能不能复婚呢 感谢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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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都以为 谢谢 可以回家了 是吗 现在 感谢你们了 现在想回家是吗 现在回家了 妈妈出院 易地鸣 第一时间挽着妈妈的胳膊 甚是亲密 易地鸣远远地跟在身后 她又在想什么呢 她会统一舅舅 复婚的要求吗 当年 盛严是一名外企的文员 易地鸣是一家工厂的技术员 两人在广东相识 虽然盛严大易地鸣五岁 但两人相恋不久 就定下婚约 在伊林初中的时候 盛严辞掉工作回乡陪读 专心照顾女儿的生活起居 她生性胆小 白天女儿去读书的时候 她一个人在家 总是提心吊胆 2008年一个夜里 家里遭了一次贼 损失惨重 从那以后 盛严就心魔深重 总觉得有人迫害她 甚至连丈夫也不再相信 2010年迫于妻子的压力 易地鸣和盛严离婚 长沙的房子归盛严 离婚的六年里 担心家里危险 她就会在寒暑假 带着易鸣跑到山东找前夫 而易地鸣呢 也会按时打钱 支付母女俩的日常开支 每个月帮前妻 偿还高额的房贷 而今 前妻心魔深重 女儿不愿意接受母亲住院的事实 她只能顺着女儿的心意 同意先接前妻出院 然而出院之后 母女俩又将怎么生活呢 易陵的未来在哪里 回到家 盛严很高兴 连忙下厨做几个菜 易陵安静的在一旁帮忙 这个家贵于平静 而易帮的易地鸣忧心忡忡 她的心里又在想什么呢 这时 易地鸣突然把我们拉到了一旁 并告诉我们 抽烟机不是坏了 而是盛严自己给堵了 你二十多层 大家都是一个 一个烟城 他就不相信 他就认为是这个 烟城自己排出去 还不说 别人从烟城里面放放放 都就进来 结果他就把这个 烟城就取掉 把那个口就倒进来 就是家里面如果是别的那种烟村的 意味放到家里面来了 他觉得可能是别人在那个烟村里面放毒气 所以你们在厨房的那个烟村是堵住的 是 是他自己堵住的 易地鸣眉头紧锁 并呈前妻怀疑心中 除了女儿谁也不相信 这是怎么回事 在他的心里 认为我都还在害他 就是我也是比较很矛盾的 你喇叭就是说回来了 我就是跟他站在一起 他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就说这里疼 鼻子塞 口嘴里面有棉叶 他就说我 他说 刘洋恒是不是 你又搞了什么药给我吃了 你看这样 我 我就说 遇到这种情况 我都有的时候 就是说 我也不好 我就跟他解释 也只能够是这样的解释 我说 我什么都没做 易地鸣称 当初前妻得病后 自己并没有离婚的想法 是盛言觉得自己迫害他 坚决要跟他闹离婚 现在不说自己是不是愿意复婚 前妻也不一定同意 可是 眼下女儿见不你找 她又将怎么办呢 所以 你也意识到事情很严重了 是不是 我个人你做孩子 父亲你有必要 要阻止这个事情的恶性发生了 我是 我唯一的那个就是 能够做到的就是说 跟他们在一起 分开他们两个 就是把他们两个人分开 甚至我们都在他们身边 可能这个问题 应该都解决不了问题 就是说把他们分开 可能做不到 因为我小孩对他妈的依赖心太大了 毫无疑问 易灵母女的世界很封闭 却紧紧的缓解 如果强制将母女分开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需要易地鸣介入干预 而这不仅仅是生活在一起的简单 却需要很坚定不移的决心 和不厌其烦的耐心 那么 易地鸣愿意单此重任吗 整个半天 给他母女撤开 我觉得母女几秒啊 我觉得 还有师兄 我女生 我又轻斗的 我跟他一遇中的方 可以买我肺的枪 我也不是不肺 我肺的枪 那我一定会枪 我不断这枪 我也把枪好个肺 彻底整好 我跟他一遇中 跟他老险我不疼 我也把枪好 我也没来整好 如果是成名成功 我方法对我 那可能是这样吗 那我一定 我一定 我还是可以看到 这国医生 把我肺 声言言辞恳切 遭遇巨大变故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病情的严重 比起那些被人诟病的可怕 他更害怕的 是再次失去女儿 我过年觉得 我比世界太孤单了 所以就超正有一些孤独的担心了 所以超正经历我的居民 我觉得还是以五年的一起好学 我觉得以后 母亲还是怎样 母亲爸爸跟我母亲 母亲还是怎样在外面一起 原来你怕学以后 分到我们 学寒 要不能个三次居住 直接帮母妈妈生那个一个问题 阿姨是说想复婚是吗 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回来 就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然后就是 赋婚 我希望赋婚 我记得 我记得 圣妍提出复婚 这么多年 她的内心始终缺少安全感 她诚惶诚恐 提心吊胆 将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 现在她愿意打开心扉 那么眼前这个男人 愿意重新牵起她的手吗 实际上我们跟着家庭 就是搞得过着样子 都是因为我们直接 互相之间 抱怨得太少了 离开得太少了 她是经历着各种拜登距离 因为我新儿子带来的伤害 我感觉到很对不起了 主要是比新儿子 她是三岁 我就希望个人都不要离婚了 要互相多抱怨了 结婚的时机 要互相了解清楚 在结婚 结个分的以后 一旦有的赞予的 要对了家庭负责 也对了赞予负责 赞予是无辜的 应该有些就是说 我的小孩嘛 有了这个家庭 应该就是说 大家都克服一下 应该是在一起 以后的这些些限限 应该就可以解决掉 那么 这是一个男人的大义 大难跟前 不忘昔日夫妻行 这也是一个男人的血行 蛇小我 只为拯救破字的家 伊地鸣不日将办理复婚手续 并回长沙找份工作 专心照顾母女 一方面给前妻最大的安全感 一方面慢慢引导女儿走出来 或许她力量薄弱 但她至少能为她们遮风挡雨 庇护安好 我觉得我一切对管家的夫妻的太少 照顾母女都在这边 我一般的外国 我这个安全感 我自己的接受 我老婆呢 我那边进入海 去到那边跟十个之后 三个年比较多轻辱 在异地名的宣说下,圣妍同意去医院治疗 这是母女俩的第一次主动就医,不仅是直面自己的心魔,更是为了一家的美好生活 或许,前路漫漫,心魔难解,但至少一家人一起,心安便不拒 这一次,为了一家人永远在一起,申言第一次直面自己的心魔 而异地名也将担负起一家之主的重责,做孩子的引路人,做妻子的避风港 也许生活给了这个家庭重重一击,可我们也看到了每个人闪耀着的人性光辉 圣意开作为弟弟的不放弃,异林作为女儿的勇敢,异地名作为男人的担当 我们有过失去,才会额外珍惜 经过这一次的洗礼,我想对一铃说,生活给了你这样一个考验 只要你勇敢地面对,成功跨越,我相信你一定比其他女孩成长得更顽强 今后的道路还很长,善待自己,善用自己这些从苦难当中学来的经验 或许你的未来真的与众不同 欢迎回到由断马马牛肉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就给您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拨打《夫人恶交》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由断马马牛肉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么继续关注由断马牛肉冠名播出的寻情记